美国施压下世界多国已经开始选边站来终止或拒绝远华为的武器合作 但仍有许多海外电信运营商仍坚定不移地选择中国制造商近日 就又有一欧洲国家表态将与华为牵手为该国5G提供网络升级的设备和软件 又一欧洲国家表态将与华为合作或释放了重要信号 据工商时报网站1月5日报道 西班牙两家电信营运商Vodafone和Orange正在推进与华为的5G合作 目前已经向西班牙电信机构Red S提交补贴申请报道称 Vodafone向Red S提交三个5G试点项目 计划在西班牙的潘普洛纳、马拉加和塞维利亚 及其周边农村地区进行试验项目 Orange也提交三个5G试点项目 同样在马拉加和塞维利亚试点项目中使用华为的网络设备 早在2018年2月Vodafone就已经和华为共同完成了全球首个具有类成悲意义的5G通话 随后6月Orange携手华为成功完成西班牙若干传送网络的商用部署 8月Vodafone再次宣布与华为合作 在西班牙六个城市安装部署30多个5G天线 可以说这两家电信运营商再次推进与华为的5G合作 已是水到渠成 西班牙只是欧洲与华为合作的一个缩影 这为我们释放了一个重要信号 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正在相接站队华为 英国四个电信运营商就已经与华为共同进行5G设备测试 甚至还签下了价值20亿英镑 约175亿元人民币的订单 杰克也在表态拒绝华为的第二天迅速反悔 对华为的设备持欢迎态度 法国 意大利 摩洛哥等国也亲属了与华为的5G合作力挺华为 似乎已经成了欧洲的一个新趋势 美国推动驱华为的5G不拒全球分裂成两大科技阵营 欧洲国家青睐华为并非没有道理 由于华为位居全球5G产业领导地位 价格也更具竞争力欧洲国家 很难做到在当前的5G网络建设中移出华为的5G设备 而欧洲运营商也担心拒绝与华为合作 将导致自家成本暴增另外 华为5G的网速也可以说是 领跑全球距日本和意大利的5G测试结果显示 华为的网速成绩达到4.52G 而美国电信运营商ATT此前测试的网速只有200Mbps 韩国方面公布的测试结果也显示 华为5G网络通信设备的网速 达到1Gbpsvatt网速的5倍 华为5G发展已经是不可挡 这或许将让那些巨华为国家忧心 不宜同时也给全球的5G技术抛出一个难题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 日前曾刊文称 美国推动巨华为的5G布局 迫使美国盟友选边站最终将导致全球分裂成两大科技阵营 新加坡学者Alex Capri就指出 据华为与力挺华为将导致全球技术领域的价值链会进一步分离 就目前来看华为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供应商 拿下26个5G商业订单 5G基站发货量超过1万个 在华为这种巨大的领先优势下 如果其他国家仍要逆而行 一旦现存技术生态系统被瓦解全球不少科技企业 也将面临巨大的损失 关注金石数据头条号 第一时间了解国内外财经大事件 掌握最流行的赚钱秘籍 严正声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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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